库明家这新造型有点离谱 变身黄毛致敬罗德曼 就差一鬼火摩托车了 这年轻人就是爱折腾 库明家以全新的造型亮相了 这一脑袋黄毛属实有点夸张 乍一看我还以为是罗德曼来了 更离谱的是 这小子不光头发染成黄的了 好像胡子和眉毛也染色了 彻彻底底的黄毛 这要是再起个鬼火 估计老美家长都怕自家闺女 被这臭黄毛给拐跑了 上赛季库明家没少折腾自己的发型 乱七八糟的头发弄了一堆 后来可能是球队战绩不太好 这哥们来了个学法明智 直接把头发剃光了 有意思的来了 在1月6号剃头之前 库明家场均只有13分 剃了头以后场均直接22分 还来了一波连续8场的20加 光剃个头都这么猛了 现在还染了个黄毛 下赛季库明家手头不得抢15个篮板啊 我哭终于有自己的罗德曼了 其实这个夏天 罗德曼 不是 那个库明家过得挺闹腾的 我估计他都记不清自己卷入多少交易留言了 刚开始说要被拿去签换乔治 后来又说要被送去换马尔卡明 甚至还爆出上赛季交易截止之前 勇士拿他报价过詹姆斯 不过讲道理 库明家这几个赛季的发挥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感觉会是勇士未来的风险答案 人家老外也非常看好他 新赛季最快进步球员奖的赔率 库明家可是高居第三哦 这个行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